原来 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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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玉玉 快点 你们先下去吧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阴影的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吗 我曾经说过 用白酒树枝来化解仙气 是需要一些时日的 骗子 白酒树树枝 根本就不能化解仙气 什么意思 公子啊 我们都让他们给骗了 事前城主一直说 这白酒树树枝 可以化解姐姐体内的仙气 结果 我偷听城主跟大祭司说话 才知道 这白酒树树枝 根本就没有这功效 而且姐姐体内的仙气 早已伤及五脏六腑 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啊 什么 我因为偷听他们说话 还被他们抓了起来 要不是今日 趁着看着我们换班 偷偷溜了出来 公子跟大姐姐 还被蒙在鼓里呢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害音音 季公子 饶命啊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人 叔叔的意思 是想把你留在骑御城 因为只有你 才可以救骑御城 只有我才能救骑御城 是 说来话长了 这一切都要从千万年前 九幽之地深处的那座巨塔 开始说起 自从那座巨塔出现之后 各个城池的百姓 人心浮动 纷乱平生 他们互相残杀 后被那摩燕所吞噬 九幽之地 也就只剩下骑御城 这最后一脉了 可这些年来的骑御城 每隔一段时日 就会被那摩燕袭击一次 再这么下去 怕是整个骑御城 和骑御城里的百姓 都会被那摩燕所吞噬 这些东西 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法典记载 那座塔修建之地 曾是这神燕生长之处 踏成之后 这神燕方才绝迹 咱们代代相传 出这神燕专刻赐塔 神燕重燃之时 便是回他之时